LALALALO 我叫曲贵斌 我是已经从事这个马术行业的 已经从事22年了 从小喜欢跟动物一起打交道 但是真正的开始对马术运动的热爱 开始转专业 是从08年我去欧洲的时候 去匈牙利去找到卡塔老师 那么第一句话就说 一千年前我们是一家人 我说不可能是东方人 但是后来他就开始跟我聊 这个未经过去病 聊的很多 就说中国的历史 在年轻的时候 就拜访了很多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包括我们中国的少林寺 你像他的训练方法里边 就有用到借鉴到我们少林寺 这个武术里边的一些训练方法 包括我们的气息的训练 包括我们的这种定力的训练等等 这个中国的骑射文化呢 以前是很厉害的 但是后来这些记忆呢 就慢慢的被遗忘了 也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再练好 学会再带回中国 让骑射文化在中国也发扬光大 骑射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要有马 这个马皮的训练呢 就像一个雕琢一个玉石一样 从一个毛胚的石头 也慢慢的成一个大形 然后大形出来了 再慢慢的雕琢细节 那么真正的骑射的马皮呢 就像骑射手一样的 是更偏向于战士 那么骑射的马皮呢 就会更加有距离 就是每匹马都有自己的明确的位置 也不允许说 你在行进的过程中 去超过别的马 这个也是和我们其他的马术项目 比较起来的话 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过去的这种 蒙古地区的这种驯马的方法呢 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快 你比如一匹马 可能从这个收马 就是马鞠子 啥都不懂 到上上人 然后能骑着带上龙头 能骑着跑 可能最快的一天就搞定了 甚至有的时候 马已经不想跑了 还得拿着马棒子 或者马鞭子 打着马 让他继续跑 就一直跑到 他一点体力都没有就服了 这是我们对于驯马的一种误区 当然这个方法也是过去 我们蒙古人传承下来的一些方法 因为打仗的时候 每天要死很多的马 那么没有时间去慢慢的去驯这个马 去很细心的去调教 那么但是作为这个现代的这种马术来说呢 那就不能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已经不是战争了 就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体育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动物的这种关爱 也是提升了很多的这种高度 而不是把它当成牲口来对待 那么你看我们包括国际马链的各项马术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叫马的福利高于一切 因为马是需要我们去照顾的 需要人类去照顾的 那么也是我后来为什么想去学习这个叫自然训马法的这个方法 真的是用心去感受这匹马 用爱去来训练这匹马 在早期的时候在我们国内呢做这个骑射呢 因为受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赛事的一些影响 包括对骑射的这种文化的理解也没到一定的高度 都是先模仿再去创造 或者再去建立自己的这个体系 我们最早的参考的有这个日本的琉璃马的这个比赛 有包括有韩国的骑射的比赛 包括土耳其的骑射比赛 约旦的比赛都去交流过 那么作为中国的选手 包括美国的比赛都有去交流过 那么就发现呢 就是最早的一些赛事活动的 它的比赛规则呢 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么我们后来呢 就作为我个人来说 就觉得卡萨的这个体系呢 就特别包容性很强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弓 有些赛制呢 他就要求你必须用什么角弓 必须用竹木弓 你看卡萨的体系就任何弓都可以用 你只要是没有箭台的 没有这个瞄准装置的弓都可以用 包括这个箭 你像我们有些比赛赛制里边 就要求你必须用 木制的杆的箭 这个就很奇怪 有些人就说这个 我们是为了追求传统 既然是竞技了 我们肯定要用到更好的这种材料 更好的这种制作工艺 比如我这个箭就很轻 它比竹木箭就要轻很多 那么准确度就提高很多 那我们有好东西为啥不用呢 而是很局限的去拘泥于那种形式 我就认为是不合理的 我是2019年拿到了这个 办法的这个国际裁判证书 那么这个证书的认证呢 也预示着就是在我们中国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认可的成绩 拿到世界上被世界的同行公认的 一个成绩 只有这个裁判的国际裁判签证 签字 那么才能够成绩才能统一起来 从09年就在想做这件事 但是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 才能才做成功了 首先做的第一步 就是把赛制先统一起来 只有赛制先统一起来 我们才能够辨别 这个训练的方法有没有问题 包括你这个个人的训练的程度怎么样 才有一个平定的标准 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呢 就是我们蒙古 这个内蒙古地区的 这个应该是赤峰 这个这个巴黎右骑的 他有一个骑车队 后来也是为了这个当地 为了推广这个骑车文化呢 比赛的过程中呢 有选手就作弊了 就是一次性挂两只剑 就是这样的 一次性挂两只剑 就是把这两只剑呢 都挂在这个剑衔上 这样的拿着这个剑 同时杀出去的 那么蒙古族的小伙子呢 一看打一剑 那他也觉得他自己很吃亏 就很郁闷 所以你的这个比赛体系 一定和你的训练是相结合的 才更有意义 骑车呢 对于我来说呢 我认为是 这个 对我的帮助吧 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帮助 还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第一 我对自己的那种 祖先的那种理解 那种文化的理解 变了一个层次 而不是说那种民信 绝对不是 是一种尊重 是一种信仰 真正的 在做一些赛事 大型活动的时候 要求是早上 不能吃饭的 一定要把活动做完了 才可以吃饭 我们要换衣服的时候 也要沐浴更衣 目的不是为了 彰显自己的个性 也不是为了去 标新利益 其实是为了 跟自己的祖先 有一个交流 有一个沟通 那么我穿上这种 这种古代的 一种服饰的时候 可能我就觉得 我就应该端坐 我们首先呢 没有把这个骑射呢 作为我们自己 生存的一个工作来做 对待 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 叫文化的传承 或者叫自己的一种情怀 去面对的 那么我们在选择 这个骑射爱好者 这个圈子 越来越放大 越来越感染别人的 这个过程上 也不是说是你 金铲作为这个衡量的标准 而真的是把这个东西 做为一种叫喜爱 或者叫愿意去尝试 这种出发点去接触 我没有觉得有压力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 骑射爱好者的这个圈子 这个人数 一直在越来越大 包括我们这个 每一场比赛的成绩 是越来越来越提高 以前比如说只能打 这个第一名 只能打60块 现在已经达到120块了 已经超过120块了 我觉得也已经很好了 慢慢来嘛 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一个人 就这辈子就能完成的事 可能 或许还有别的爱好者 继续去反弹观吧 这个是我还是有信心的 因为中国的人的血脉里边 还是流淌着这种 精神的 再次见到这种 什么时候 这种自然的 这种自然之路 这种自然之路 都不过 这种自然之路 这种自然之路 也不是这种自然之路 这种自然之路 这种自然之路 就像这个自然之路 感谢观看